嘿嘿 老婆不在家 嘿嘿 可以來追劇啦 欸 跟爸爸一起追劇 我把我留言給你 蛤 什麼 去看 今日任務 這個流浪漢要梳什麼毛 地板吸乾淨 沙發床整理好 我回來之前 完成 沒做完 死定了 好 本來我們可以在家裡好好追劇 不過沒關係 爸爸還有準備秘密武器 看 最新的Dyson Z15無線吸塵器 閃閃 來 過來 我們等一下先梳毛 阿閃 快點 我們待會先梳毛 然後再來試試看吸塵器有多厲害 看我們這個熊山 這根本就是一個流浪漢的造型 根據Dyson這個灰塵研究調查 台灣有三成的家庭呢 都有養貓 養狗 而且呢 大部分呢 都會讓他們在家裡自由的活動 並且呢 每週至少會有一次 要幫他們梳理毛 欸 月月 你可以把梳毛的東西給爸爸了嗎 我要幫他梳毛了 老婆交代了 一定要做 好 但是呢 這個梳毛呢 其實不是每一個家庭呢 都可以呢 這個順利的做的 除了呢 這個狗狗呢 不乖之外 小孩不乖 真的喔 這每天在家裡 這個掉的毛髮 這個要清潔 真的也是一個 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最麻煩呢 你看就是這些毛髮 掉的滿地都是 皮屑 真的在清潔上 是非常困難的 還有呢 有很多狗啊 貓啊都還會上床 這個床上的這個毛屑 像有時候擔心小朋友的這個過敏 都真的清潔上是很困難的 像我們家呢 這個都有這個小孩子在 所以環境的清潔 真的非常重要 我們叔叔毛 流浪 我們叔叔毛 好啦 乖乖乖 可以看到呢 梳完之後 滿地都是熊山的毛 現在 就要請出我的秘密武器 Dyson V15 無線吸塵器 它有這個智慧變速吸頭 配備無殘劫科技 非常呢 適合在這種硬的地板 還有地毯上使用 重點呢 是這個無殘劫科技 它可以把毛髮吸得很乾淨之外呢 不會讓毛髮藏在這個 這個藏在這個吸頭上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 這有多厲害 超級乾淨 太強了 我們看看它的集塵桶 這個已經看到很多的毛髮在裡面了 我們來看一下呢 這個吸頭 完全沒有毛髮糾纏在一起 你們知道嗎 很多這個吸塵器掃地機器人 我們最擔心就是毛髮都纏在一起 真的很難清理 你看 乾乾淨淨 哎呀 月月 你怎麼吃到滿地都是咧 第二個任務 地板吸乾淨 好好好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吃 等一下吃 髒稀稀的 在旁邊等一下 像這個時候呢 就要換上這個 搭配雷射光的吸頭 像地上的那個粉塵灰塵 看不清楚的 還有像我們月月剛吃的零食 因為有這個綠色的光 灰塵無所斷情 這個綠色的光 照得非常的清楚 它還有壓電式聲穴感應器 可以偵測灰塵的數量跟大小 然後呢 顯示在這個LCD的螢幕上 你看 數字還會跑動 我們注意它的聲音 在自動的模式下呢 它的吸力的大小呢 是會有強弱的改變 這個灰塵越多 聲音越大聲 表示它的吸力越強 好 當這個聲音變小 你看 現在這邊已經吸得很乾淨了 所以呢 它的聲音就變小 表示它的吸力也變小 最後一個任務 就是床跟沙發的整理 這個時候呢 就要換上這個 無殘劫錐型吸頭 專門針對床跟沙發的整理用的 好厲害 尤其呢 這個沙發 像很多主人 這個狗跟貓鬼上沙發 這個邊邊角角 可以長矛的地方呢 它的造質設計 都可以清潔到 這個有一些塵蠻啊 灰塵啊 真的都要吸乾淨了 頭髮 有很難的 有很難的 這個都白白的 就剛吸上來了 今天的任務 終於完成 耶耶 你看 我們家有沒有打掃得很乾淨 有齁 平常這個打掃呢 都要這個 抹布啊 掃把工具一大堆 還好 今天我們有最新的Dyson V15 無線吸塵器 讓我們打掃起來 非常的輕鬆 OK 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熊霸Google 下次再見 拜拜